偉大的居禮夫人曾經說過 弱者是等待時機 強者是創造時機 而我們尊敬的龍Sir 亦都說過 本田最近翻了一輛 Jazz Hybrid 實際上來的油耗是怎樣 反應是怎樣 我也很想知道 希望下次 Top Gear 試車的時候 找我去吧 這次我們製造時機 這輛車真的剛剛到 立即找你出來試 事不宜遲 立即開車 但等一等 畢竟是全商車 給我一點時間 1、2分鐘交代 1、2分鐘就好了 不要說那麼累 OK OK 你稍為肉櫃那邊休息 我不是很大膽叫龍Sir休息 不過趁它休息時間 我很快介紹一下 究竟這輛Hybrid 版 和普通版Cross Star版 有甚麼分別 首先 Ling是不同款的 雖然三部車都是16吋 但三部車的樣子都不同 這輛Spoke是比較多 另外它有電接鏡 雖然大家都有 但只有它是即自動接的 進入車廂裏面 它的椅子是有皮 再配上少許布 其他都沒有皮 然後皮的波棍頭 多功能軚盤 這輛也有 USB的數量 這輛亦較多 那輛只有兩個 這輛前後加上有四個USB 當然Hybrid 版是比較重 比普通版 還有97kg 普通版 19萬左右 Cross Star 20萬 這輛23萬 不是只有這些東西 除了Hybrid 還有Honda Sensing 這套安全輔助駕駛系統 首先它有一個前方的 預警碰撞的警告 其實它不會實際幫你駕駛 但當你快撞的時候 它就會提示你 另外還有車道偏移的系統 例如你快過界 它又會幫你慢慢拉回來 會提示你那些 還有就是智能巡航系統 基本上 Hybrid 版就是多了這些東西 以上叫做龍場費 Long Sir 我沒有騙你 真的阻礙了你一兩分鐘而已 終於可以試車了 進來的感覺是怎樣 很簡單 很簡約 我們這樣的阿伯 坐下來都會用 對 我也覺得這些東西很清晰 至少它有這些實體按鍵 不需要你鎖來鎖去 這個螢幕又夠大 我們現在看的地圖也很清晰 還有你是不是喜歡標板 夠簡單 沒有甚麼特別的看法 連Driving Mode都沒有 只有一個Econ的按鍵 我們做司機都有一件事 可以跟它溝通的 就是油門 我會盡我的辦法 去跟一輛車溝通 你真的有的 例如說何時充電 何時用電 何時會鎖定 除了速度 電腦之外 我的右腳可不可以參與一份 沒錯 就是這樣的 龍SIR 一邊試車 我一邊帶它繞圈 設定了一條路線 大概50公里 有Highway 有現在市區塞車 有山路 有大斜路 有隧道 基本上香港有的道路類型 我都包含了 所以應該跟日常駕駛 夠了代表性 最後我們就拿回數字 來當作Reference 看看這部Highway 有好數字如何 先說一下Power Train 相比上一代來說 懸掛的印度是變得更好 感覺到懸掛行程也不太長 但明顯地中間有些油韌性 尤其是後懸掛 明顯比上一代舒服很多 我都覺得它好像刻意將這一代 懸掛反應 軚盆反應 都是很柔和的 坐的人又舒適 駕駛的人又好像很輕鬆 但龍SIR 我又發現 為何你一直都用B波 其實B波不會令你向前走時 有甚麼太大問題 相反令你修油時加強充電的能力 所以如果在很多紅綠燈的位置 我覺得B波有時還會幫到手 其實Honda這套Sport Hybrid I-MMD 系統 我們在香港都是第一次試 它實質的原理 龍SIR 上次在龍SIR 教室已經說了一次 你要看的 現在按右上角的連結 可以研究究竟它詳細是怎樣運作 但若然你未看 現在又想繼續看 我們都很簡單地解釋一下 簡單來說它是一部串聯Hybrid 為主的設計 引擎是發電推過馬達 一收慢時車輪亦會發電給電池 如果你的電池是足夠的 也可以關掉引擎純粹用電池去推動車 這是一個普通的串聯Hybrid 做法 它的特色是除了串聯Hybrid 外 另外它還有一個直驅模式 就是當去到一定速度時 引擎會直接駁到輪胎 從而令效率進一步提升 今天我們其中一個目的就是 去了解一下這個直驅模式 在甚麼時候會發揮功能 以及如何可以盡量駕駛出來 我們預想應該是一些很穩定 充電很低的HIGHWAY 它就應該會出現 實質情況就是今天要試試了 其實剛才提及的結構 這樣聽起來是沒有波箱的 可以這麼說它是一個一速的波箱 因為引擎的速度 直接駁到輪胎那裡是太快的 始終會有一級減速比 減速比由齒輪造成 那舊你說它是否波箱呢 理論上是單速 它的引擎是4氣缸1500cc的自然級引擎 上次郎Sir說的我亦記得 這部車的摩打是大馬力引擎的 因為引擎需要下輪時 它的引擎是應該很低的 但我駕駛了一段距離 發覺這個摩打應用它的力量時 你駕駛了電動車或其他Hybrid 它有少許不同 它在前一段沒有很誇張 令到你要給油油後縮回油的扭力 它調校到好像傳統引擎 輕輕碰到好像沒甚麼了道 為何叫做IM、MD、Sport 原來它再踩深一點 它再走快一點 力量會慢慢慢慢湧上來 所以你駕駛傳統車的人 坐進來駕駛不會跟你的感覺距離很遠 我也很同意 剛才我試過的時候 真的不是電動車那種 一來就給你很多扭力 其實它不少的 都有20多kg 所以當你需要慢慢踩上來時 它就慢慢出來了 總常我發現它都是用一個 Atkinson Cycle引擎的引擎 不如你解釋一下給觀眾聽 Atkinson Cycle有甚麼好處 啊…都挺複雜的 我不管原理的 我們只知道是好處而已 省油 好處就是省油 效率高 效率高 它是透過挖腦開關的時間 將排氣行程 工作的時間做到多於進氣行程 於是你就可以進少一點氣 因為是計排費的 但工作時間長 就拿盡力量了 所以就達到一個省油的效果 沒錯 Long Sir 我想再詳細一點的原理 下次我們再拍攝 Long Sir教室講一下 也好 對呀 Engine 這些快要沒有 我們真的要拍攝一下 Long Sir 我們已經進大佬山了 是啊 準備試一下駕駛的情況 會發生 很緊張 我們先走快吧 先走快吧 香港的快速道路 HIGHWAY 通常都是70-80 km 這樣 這些都頗常用的路段和斜速 如果在這些情況下 可以下載到 理應便能配合到香港的環境 對呀 出現了一個公仔的 這樣才是下載 對呀 即是70 km 之後 有一個好像未來的 公仔出來了 現在出來了 對呀 70 km 還未下載 而且它是電子感應 是 剛才74-75 km 鎖到 我一堆油便會掉下載 即是說 要頂著腳 要頂著腳 對呀 等它的充電力很均勻 它便會用引擎 如果一堆油 它便會知道 老闆想快一點 他便要用電來幫忙 這時的引擎便要發電 對呀 對呀 但我現在是引擎油門的 是 我比較深一點 沒有了 立即掉下載了 其實有點像自動波箱的鎖 嗯嗯 鎖熟了的話 是在引擎油門鎖了 你明顯看到引擎會掉幾百吋 是 如果在70 km 鎖就鎖到 這樣便不錯 香港很多地方都用得到 對呀 對呀 很想用 鎖熟了之後 你明顯覺得 車的動態和右腳之間 分離了 關係變得不太直接 即是不說 你給一給油門鎖 力量一來 就好像 跟老婆已經結婚30年那種關係 我們在一起 但是我們中間溝通少了 哇這段影片我老婆看到 是嗎 你找甚麼東西搞就行了 哈哈哈哈 即再不是熱情如火 有很多互動 不是的 不是的 即是你和你老婆說不是的 婚姻的年齡 是一輛跑車引擎 是嗎 轉數越高的時候 你那個加速又越強 感覺很厲害 我老婆看到這段影片 OK 記著傳給她看 一會兒 我去到十四鄉西港段路 嗯 我把自己的年紀 倒轉回30年 爆一段 試一下這輛車 好啊 看看她的IMMD Sport 有多 Sport 有多 Sport 這輛車 是嗎 這輛車的兩曲線 好似傳統引擎 慢慢來的 是 這些這麼深的凹凸 就看到她的運行程 其實是很短的 但是有些彈性在裡面 對呀 吸得很好 我們完成了整個試車 走了47.9公里 Long Sir 我們做的成績都不錯 雖然我們沒有刻意去省著 是呀 我們做到4.2L 比100公里 上路不錯 因為其實我們是有塞車 還有一些位置上車下車 我們有一段故意試一下性能 差快一點 是非常接近我們普通用車的 有時會暴躁點想駕快一點 有時發熱就駕慢一點 沒錯 油耗是一個參考 最後就是想知道 這套Honda Hybrid 是否真的都頗適合香港用呢 我看起來似乎是 Long Sir 你又覺得呢 正如我們所估計 市區起步上車 馬達幫到手 我們最關心的Lock Up 我們反覆試了 Lock Up 速度大約是70kmh左右 我們可以做得到 還有一件比較特別的事 我們真的猜不到的 初初我駕駛也猜不到的 它是故意下降噴了最低速度時的扭力 讓你沒有那麼滑 你的右腳容易駕駛 但當你踩得深一點 走快了之後 力量會一直推上來 感覺與傳統引擎很相似的 越快越好力 這已經不是工程技術 這其實是工程師的心思 亦是 似乎Honda 都頗細心 照顧駕駛人的心情和習慣 畢竟 Hybrid 已經研究了二十年 很多客戶的 feedback 回到後 工程師都會想想如何迎合駕駛人 令到它不需要作太大的改變 都可以享受到省油和平時的駕駛落差 這就是我們最後得出的結論 如果你們有甚麼問題想問我 或者問問龍Sir 主要都是問龍Sir 記得在留言問 以及訂閱和按鈴鈴 CLS 下次我們試駕駛一車 下班 下班 字幕提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